先从鸟开始画起 画鸟的时候,两只一大一小 注意用笔脱镜 画的时候见笔触 形笔还是比较慢的 这两只脚会有虚实 显得它会有前有后 衔接一定要稍微巧妙一点点 这就是两只二哥画这个藤蔓 你现在两个眼睛是往这看的 所以说我毫无疑问 我把这个笔豆画到这个地方 去跟这个两个鸟做一个呼应 这个笔豆我画的不会太多 因为这种线一定要讲究质量 然后画一点花 笔豆的前边我加了一个重点 显得很有精神 画横的时候,鸟是横的 所以说我这边尽量也是画横 鸟的嘴巴也用这种弹幕 你顶上的那个叶子有一定的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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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